伊藤美成首次回应,为何被孙颖沙打哭? 日本民众听完百感交集,在东京奥运会的乒乓球赛场中,最令人关注的自然就是中日乒乓球大战,要知道,中国乒乓球的地位无法撼动,而日本则是中国乒乓球最大的挑战者。 尤其是日本女队,经常给中国乒乓球带来非常大的麻烦。 这次东京奥运会乒乓球混双比赛,日本女将伊藤美成发挥出色,与水骨笋搭档赢得金牌,状态火热的伊藤美成信心十足,要对女单和女团冠军发起冲击,但她不知道的是,伊藤美成的一生之敌,也是一生无法逾越的大山孙颖沙,已经在前方等着她。 伊藤美成信心满满地在女单和女团两次对阵孙颖沙,结果被双沙,出人意料的是,这两场比赛,孙颖沙赢得异常轻松,而伊藤美成却十分坎坷,想要赢下一局比赛都十分困难。 而这两次对战,孙颖沙全部都是大比分获胜,完全不留情面地把伊藤美成的冠军梦给击碎。 在赛后采访的时候,伊藤美成跟当年的福源爱一样,泪洒赛场,自己壮志愁愁地进攻,却收获了两场惨败。 回到日本之后,伊藤美成也回应了为何会被孙颖沙打哭。 听完伊藤美成的回复,日本网友百感焦急。 伊藤美成表示,观众可能很难察觉,但我当时在场上的感觉就是,想要赢一分十分困难,自己也从来没有想到会被4比0淘汰, 但对手在比赛中的表现十分轻松,我虽然有很多失误,但真没有想到他变得这么强大。 其实,伊藤美成说的并没有问题,比赛过程中,伊藤美成确实有失误,但失误并不致命,绝大多数时间都是被孙颖沙牵着鼻子走。 伊藤美成无法摆脱孙颖沙的节奏,所以自然而然就会输掉比赛。 日本乒乓球迷们听到这些话,自然是百感交集,伊藤美成是日本乒乓球的天才少女。 目前日本女拼的代表人物,而孙颖沙只是乒乓球队的小将。 要知道,伊藤美成和孙颖沙同为00年出生,伊藤美成的世界大赛,几乎都有孙颖沙的陪伴。 或许伊藤美成有机会登上山峰,但他永远不会越过孙颖沙这座大山。 需要링比赦和孙颖沙的人们听到这些话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